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測試一天片 今天會測試的就是Clay de Paul Radiant Cushion Foundation 這是之前有很多朋友請我試的 我和我媽媽剛好也想試 所以她借了給我來拍測試一天 然後我就會給她用 買回來就是這樣一個盒 這個價錢是$700 沒有補充裝 一個心和一個盒 打開盒子也是這樣的 裡面有說明書 然後這個袋子 沒有Chanel、Tom Ford、Dior 那些奢侈奢 比較薄 然後打開盒子 就有一個Cushion 包裝也比較簡單 包裝是這樣的 前面是一塊鏡 可以照的 很清楚看到自己的樣子 然後打開 裡面也有一塊鏡 粉泡 都是很普遍的Cushion 打開它就是這樣的 我也是特意選擇這個時候 來拍測試一天 因為現在是Cushion 用Cushion的最好時機 通常夏天我都會比較少用 都是覺得適合秋冬季 我買的顏色是O10 它就說它有SPF25 PA3那家 Cushion容量有12g 我先調暗一點 待會你們才看到粉底的效果 首先我會塗一個Base 我已經塗了防曬 我已經塗了Charlotte's Magic Cream 也是最近非常喜愛的一個Base 可以用來做霜霜 可以做日霜、晚霜 我塗完它之後 可以等它設定 和大家說一下它的賣點 這個也是偏向滋潤一點的Base 這個粉底叫做轉光水型氣墊粉底 它的價錢是700元 它推銷低至中遮瑕 而且推銷輕盈透薄的質感 在皮膚上很舒服 有自然量摘效果 不會氧化 持久整天 可以改善暗沉和皮膚磨損 另外它說它有24小時的長效保濕 但也可以保持妝 很清新的效果 Cushion的包裝 方便你出外補妝 它說它是精華液的質地 持續使用 可以提升肌膚光彩 和改善皮膚狀況 這方面我測試不了給大家 可能遲些看看 會不會和Mama Yang拍到影片 她就可以分享一下她的治療 她的皮膚療程 大家有沒有興趣看 就留言告訴我吧 這個比較容易拿到粉底 你看到我印一下 其實都已經覆蓋了差不多整個粉撲 粉撲也是比較挺身 因為我最近都在用Chanel的Cushion 相比Chanel Chanel的會比較軟 又軟 這個會比較挺 試一下吧 我塗在右邊 好像拿得太多 一塗下去 其實你看到遮瑕度都已經不錯 你看到很快 就已經可以把粉底印開 也挺容易推開的 她說如果想要再多遮瑕度 就可以局部去遮瑕 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整體都已經可以了 沒有其他東西需要特別遮瑕 你看到她有個挺漂亮的光澤感 遮瑕度我真的挺驚訝 她說低至中 但其實我都覺得這個算是中的 不知是否我拿得太多 我們看看分別 這邊就未上了 這邊就上了 它很明顯是均勻了膚色 遮瑕度也… 對 它有一點遮瑕度 但它也不會太假的 它還有一點點 很自然的光澤感透出來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個效果也挺漂亮 一塗上去 剛剛塗上去的效果是不錯的 那我就塗上去另一邊 然後我們再塗一塗 然後再看看它的效果 塗上去的感覺 其實你不會覺得太黏 或者太厚 也沒有說有一種 好像Chanel那種 會有一種冰涼感 這個就沒有的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暫時的效果也挺滿意的 好了 那我就會等它設定 現在的時間就剛剛好 十一點鐘 差不多 轉眉了 那小時 還沒有 當是十一點鐘 然後我就化完其他妝 我只是遮瑕膏不會塗的 化完其他妝再回來 我們看看近鏡看看吧 嗨!我回來了 那好了 現在已經是十一點零六分 我只是畫了眉 還有化了眼妝 我還沒想水粉 還沒想胭脂 那些的 想轉頭給大家看看 上了之後的效果 那OK 首先我們先看看 我發現我的額頭中間 這裡有一點 應該是好像損了 那樣的 那我就嘗試去遮遮 補一補它 好像淡化了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遮瑕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它是一種反光的效果 那我就覺得有些暗粒 就是我眼底這些Millia 其實它也有一點點突出的 我覺得它就沒有完全撫平了我的皮膚 那這個價錢 其實我本來是預期的都幾多 那再看看它的持久度方面 但是你說 如果你仔細看的效果 我就覺得沒有 某一些其他的粉底 做得那麼漂亮 那麼撫平 比如一些毛孔位置 其實都是有一點點 粒粒粒的看到 但是就不算是很嚴重 但是也不是我想像中 那麼完美 那麼無瑕 在皮膚上面的感覺 其實就不覺得它特別厚重 剛剛也說了 塗上去也不覺得它特別厚重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點點摸下去 你會感覺到是有一點點滋潤 那也不至於是去到粒 但是也是有一種滋潤度 而且我剛才化其他妝的時候 也不小心撫到 撫到的時候 它也有一點點滑 就是有一點點滑 所以都要定定妝 我也是定一邊給大家看 鐵伏度 我就覺得它暫時都挺鐵伏 你看到都很容易推開 就沒有說 跟皮膚有些分別的 另外呢 鼻哥 我覺得鼻哥算是挺漂亮的 反而鼻哥的毛孔就能夠修飾 而我這些 可能我自己的皮膚問題 這些位置 就沒有修飾得那麼好 對 暫時就是這樣 其實在皮膚上面都舒服 但是都是覺得會怕會黑花 那種感覺 我現在就上了定妝粉 依然都是用我的Charlotte Tilbury 很多人問我這個碎粉掃是什麼牌子 因為看起來好像很滑滑 這個就是Lamere的 上了碎粉之後 它就好像調整了一點光澤感 但是都還有一點點亮澤 也會有一點亮澤 好像會亮亮了臉的輪廓 所以暫時都可以 暫時就不見到有什麼乾紋 或裂痕 那些 最近我皮膚現在又轉回天氣了 所以我皮膚也有一點點 很容易有乾紋 和浮粉 所以我都很驚訝 暫時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就上一上了 我今天塗的胭脂就是TOOFACE 這個很喜歡 這個是一個很安全的選擇 這個是叫做Papa Don't Peach 我塗完這邊 我還沒上碎粉那邊 看看上的胭脂 是否均勻 都好像可以 好 時間現在就是11點14分 我們就隔多幾個小時再更新 Hello 我回來了 現在時間就是 下午2點19分 即是大致上過了三個多小時左右 我用Vlogging Camera來拍更新 因為我大機就用來拍其他東西 還有其他項目在拍 所以用不到大機 但都可以的 我到晚上的時候 都會用到大機 去做最後一個總結 現在看看妝容 其實我這樣遠看 都覺得妝容還不錯 挺漂亮的 都已經均勻到膚色 胭脂都依然在 只不過隔了三個小時 所以我都不期望有什麼 其實我都很驚喜 暫時沒有什麼乾紋或浮粉 因為我其實過去這幾天 都試了Le Parry Cushion 和它另外一支粉底 Le Parry Cushion 是1440元 這個700元 不過Le Parry Cushion 也有補充 但Le Parry Cushion 出奇地 我用了之後 不夠一小時 都已經浮粉 和有很多乾紋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皮膚問題 但用這一支 就竟然沒有 遮瑕度其實都依然可以 你看到胭脂都還在 但唯一一個問題 對我來說 就是我用放大鏡看 毛孔位置依然是比較凹凹的 其實跟剛才也不是很大分別 沒有說好到 也沒有特別差到 即是看到有少少粉刺浮上來 但鼻哥是很苦平的 所以就是這樣 但其他大致上 我都覺得依然可以 我覺得有點滋滋的 這些位置都感覺到是滋滋的 就算上了水粉這邊 也有少少 但沒有上水粉那邊 就會滋滋 真的不至於去黏 但在皮膚上面依然是很舒服 又不覺得太厚 太...太... 暫時都可以 我還是多隔幾個小時再回來 Hello 我回來了 現在時間是晚上5時31分 即是總共過了 六個半小時 過去這六個半小時 我主要是在室內 今天也不是很熱 涼涼的 所以我剛才出去的時候 也換了冷衣 也沒有出汗 所以我還是出去 然後回來 但是呢 這個粉底在我皮膚上面 我覺得整體都舒服的 是有某一些位置 你知道特別易出油的位置 就感覺到開始有點滋滋的 但是也不至於很不舒服 很需要去下妝 或者去補粉 或者去印走油 就不至於去到那種感覺 不過就感覺到開始有點滋滋的 其實我也挺驚喜的 但是你說整體 我覺得妝的遮瑕度 其實都可以保持 都可以的 是有些胭脂就開始脫掉 但是它整體都沒有脫掉 或者很不均勻 或者脫掉很多 其實遮瑕度 我覺得依然保持得不錯 額頭方面也很漂亮 我剛才有這一點 其實也不太遮瑕 我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這些位置 我現在打圈這兩個位置 就開始看到有些浮粉 而右邊是嚴重一點的 右邊是上了碎粉那邊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否跟我的碎粉不合 還是我皮膚狀態又差 可能不太需要碎粉 我覺得沒有上碎粉那邊 就漂亮很多 鼻膏都依然是OK 真的沒有一塊塊 鼻液位是有些乾紋 但你真的要很近才能看到 而這一邊呢 都是有少許乾紋 但是都不太覺得 就這樣看 其實妝感我覺得還可以的 是有些出油 看來都會覺得有少許的乾紋 都很滋潤 我這些位置都不會看到什麼乾紋 其實整體都不算多乾紋 對我的乾性皮膚來說 所以其實我有點驚喜 主要都是毛孔位置 我應該會再隔多3個小時 8點、9點回來做最後一個總結 現在時間就是晚上9點07分 即是測試了10個小時 這粉底 這10個小時以來 其實我也是 剛才說了我出過去一陣 然後全天都在家裡 整體上在皮膚上面都算是舒服的 那只不過是感覺上 即是鼻涼這些位置 有些些油 這樣 也很正常 那看一看妝 是有脫掉的 但也沒有脫掉到很肉酸 我覺得整體其實那個妝感都可以保持 都看得出是有化妝 而且不會溶得很噁心的 那我這裡有點紅 是因為有點癢 就是有點敏感 那我剛才有出過去 所以可能就脫掉了一點 仔細看 其實就開始看到有些乾紋 這裡有些乾 這個位置也有些乾 是真的有些變色氧化那種乾紋 變了橙橙地色 那這邊是一些刁 但是就真的不算很明顯 比起我之前試來Pairie的時候 那些是真的一大大 這些位置也有些乾 額頭也是OK的 不錯的 那就是開始顯出紅印出來 那鼻哥這些位置 我剛才說的這些毛孔的位置 都是我覺得是一個乾紋感 都是跟剛剛上妝的時候差不多 沒有浮出粉 也不是很嚴重 但是也是沒有撫平的效果 那鼻哥其實都依然OK的 在鼻液位就會看到有些乾紋 但是也不算很嚴重 我個人覺得 但是滋潤度 OK的 我覺得它是真的偏向滋潤一點 所以我的T字位很滑 1-10的話我會說是一個7-8的油程度 都是鼻液這些位置 就開始有點滑 我戴眼鏡的時候 就最明顯 因為我眼鏡 如果鼻液開始油 眼鏡就會慢慢滑下去 所以我剛才也感覺到有些油 但是我個人也是接受到 因為我又不是很怕油的 我是怕乾的 所以對我來說也不是很大問題 而且也不會看起來油膩的 很噁心 我覺得我自己也能接受 對一下它的Selling point 它就說低止中遮瑕 其實我覺得它遮瑕也算不錯 跟Chanel那個差不多 輕盈透薄 我覺得輕盈 它又不是超輕盈 也不是超透薄 也有一點滋潤度 但是是舒服的 自然亮澤效果我都覺得OK的 是真的偏向自然的粉底 然後不氧化 我自己覺得它沒有氧化 大家覺得呢 我照鏡也不是太覺得它有氧化 純粹是乾紋的位置就氧化了 持久一直天 我覺得都OK 持久度方面 24小時長效保濕 保持清新效果 保濕度我同意 它都OK 算挺滋潤的 不過就未必會長達24小時 還有那個保持清新效果 我不覺得我的妝是一直保持清新的 可能因為有一點出油 有一點乾紋 所以我覺得也有一點 我慢慢看起來都覺得越來越累了 這個呢 我就覺得會適合一些毛孔 可能沒有我那麼粗的皮膚 因為這些位置是真的 撫平得不是那麼好 除非可能你用一些 真的專門用撫平毛孔的Base 這樣就可能效果會好一點 我亦都覺得它挺適合乾性肌膚的 油性肌膚可能你這些位置會很快出油 或者你可能要勤力一點去補妝 但是那個遮瑕度方面 我覺得真的比我想像中好 而且那個持久度都比我想像中好 如果大家有用過 就記得留言和我們說你的膚質和用後感 可以方便其他觀眾去不做的參考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覺得怎樣呢 這個粉底暫時網絡 它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是不是 我是Pleasantly Surprised 我都挺想去買一個給自己的 可能有機會會買給自己 暫時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測試一天 有沒有燒到你呢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在留言裡聊天吧 掰掰